大家好,我是月光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期内剑获胜的游戏 第一局是一个7号的内剑 主攻是一个刘备 主视角选了一个诸葛蛋 那开局呢,借大桥偏反 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反对 王姬偏中,法证的机关偏中 因为可以给刘备刷牌 然后王姬直接盲了借大桥 火攻之后贴乐 因为这个借大桥有琉璃 所以王姬选择了杀猪格子 我当过了回合 姜伟 拆了大桥偶的,那是跳法 杀王姬 拖完了,那说明他已经没有后续了 诸葛简是直接给大桥跟姜伟发牌 杀的开始刺 选择乐太子词 那这里 诸葛锦在这里乐太子词 有三分之二的概率乐重 因为这三个反贼 已经基本可以去这样大桥严重偏凡 剩下的三个人里面 太子词是反代概率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这里有很大概率可以乐重 虽然反贼不应该盲居 但是这里盲中概率特别大 所以诸葛锦呢 盲乐太子词也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盲中的概率太大了 是盲错的两倍 真的乐错了 那也只能说运气不好 大桥会合 装了寒冰 装了狮子 然后又下了狮子 就下了寒冰 这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他开了一个无中 最后乐了 然后才上 大桥自己 大桥呢 他是应该先看无中 他是应该先看无中 看完无中之后再挂寒冰 杀这个极度片中的法证 接着再进行其他操作 比如说狮子去掉回血 吃早回血 如果没有杀 那就先勒不思索 先过牌 拿杀 再杀 然后杖八和简 也没有必要全挂 也不需要游离那么远的 状态又那么好的刘备 装备挂多了 反而会减少手牌厚度 主视角会和无中火攻 决斗打大桥 并没有帮助法证 无邪勒不思索 没有这个必要 然后法证跳钟 偏反 但是这个法证 只是跳钟啊 他不一定真的是忠诚 因为法证 有可能是反装中 骗刘备给牌 而刘备呢 也没有选择 直接 忍得法证 大刷牌 也不信任法证 反正因为有可能是装身份的 所以只能轻微的偏重一点 然后王姬这个无用之人 杀了一刀就直接过了 像白板一样 然后还被 加围 又拆又顺 又水又火攻 自己奄奄一息了 主视角这也没有选择打无限 这也没必要无限 并定 然后适当控一下忠诚 王姬 主无用之人 已经开始求逃了 主视角也没有选择救 优越主视角 也没有必要救 反对一个残血 一个空虫 这个时候 诸葛景是直接给太尔茨发牌了 因为忠诚已经跳了三个 然后太尔茨反手就开始打反对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太尔茨忠诚 法证是装身份呢 极有可能是装身份 太尔茨轻一大小 虚减大小的手牌 就是杀诸葛景 这个时候 大乔依然选择了乐罚证 自豪没有考虑罚证片牌的可能性 而主视角这里呢 因为跳了三个钟 反正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反装中 所以直接选择杀大乔 然后琉璃黄机 这样子既可以控 因为反贼劣势 主视角既可以这样杀大乔 既可以削弱大乔手牌 就可以杀掉忠诚 而且因为是琉璃杀的 所以还不会吸引主攻 主中的嘲讽 法证回合又给刘备补牌了 这个时候 如果法证是反贼 已经没有必要给刘备补牌 因为场上忠诚已经死了一个反贼 然后另外一个忠诚太子词跟卓备 也都只有两张牌 法证完全可以跳回来 给反贼补牌 但是法证选择了 继续给主攻补牌 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是反装中了 可是这里呢 忠诚又明显不对 那么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法证 一种一种是 有人看错身份了 另外一种就是 其中一个反贼 直接反装中装到底了 就不想认证完 而刘备是给了开始三张 全英 特别相信太子词 这时 这时候主视角并没有选择帮助太子词诬陷 因为毕竟反正只跳了三个 反正太烈士了 太子词五点都拼赢了 然后又是 连续两张双杀 输出还是很暴力的 被包押的前提下输出还是很暴力的 成功打死了 这个时候主视角其实可以打一下无邪控一下 还是词 毕竟反正太烈士了 忠诚又有一个反正跳忠诚 这个时候大小终于选择乐刘备了 估计是看到刘备包押太子词误出太棒诈了 主视角选择看戏没有出伤 这时以后应该适当杀一下法证 反正只剩两个还就是一血 忠诚还有一个反正跳忠 反正太烈士了 不管这个反跳忠的是不是法证 都应该控制一下这个三血三排的法证 不然法证作为一个伪顿将 等一下控场起来会难很多 然后法证为和继续帮主攻刷牌 开始一个难买 那主攻被乐 将为回合直接放弃了 选择自杀 自杀先还不忘坑一下队友 他也死的时候开文件收大枪 主视角必须这时候 开始帮大枪诬陷了 毕竟这个时候大小死了 主视角就得一打三了 最终还是打不住 这个泰尔茨杀了大桥 这人把大桥的牌拆了 让大桥没有机会流离 泰尔茨这时候又双伤 那泰尔茨就很重了 因为他杀法证 自己是要吊牌的 然后主视角这里呢 是想通过 战着两个无蟹 是想通过开五股招 属性上 铁锁法证跟泰尔茨 一个九属性上 两个人全收 结果是没有摸到属性上 还开出了一堆好盘 主视角拿到无中 然后双无蟹 泰尔茨拿到桃子 泰尔茨不一定是反罪的 然后因为泰尔茨 两边都是加一马 法证直接炫祸 抢桃子 这也跑去杀泰尔茨 主视角因为不确定泰尔茨 是不是犯罪 所以选择拿桃子救 但是泰尔茨应该是忠诚 因为他刚才忠诚打得很卖力 太偏重了 这个刘备是完全相信 好像是忠诚 不相信 泰尔茨回合 继续拼主视角 拼了又是双杀 还是打得非常重 接着看 法证这时候是炫祸泰尔茨 而不是炫祸刘备刷牌 泰尔茨是空城 所以法证炫祸它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就可以确定 法证肯定是犯罪了 如果是忠诚 肯定会炫祸刷牌 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个法证肯定是犯罪 泰尔茨是忠诚 开了一个五股 然后拿个南蛮 拆刘备 这是要直接强退刘备 因为如果要推泰尔茨 会直接拆他手牌 所以看他这个拆手牌 估计就是要强退刘备 接着拆完之后 就是南蛮九上 然后跳反 而刘备呢 是直接脱管了 刘备估计是觉得 泰尔茨不是忠诚 法证呢 是忠诚 但是法证跳反了 他觉得场上已经没有忠诚了 就自己放弃了 刘备想错了 泰尔茨才是忠诚 他从来没有跳过反 是刘备自己不理解 然后泰尔茨看刘备放弃了 自己也放弃了 就开始杀主了 但是主持角不放弃 主持角又把刘备给救起来了 现在主持角终于开始控法证了 你看现在才控 已经有点晚了 现在控法证 足足出了 足足 吃了两个圣货 一下就自排着他 刚早点控的话 法证现在就算不死也 不信也是死了 这个时候刘备想要自己杀法证 还是不信任泰尔茨 泰尔茨依旧在跳出来 主持角这时候选择收了法证 续绑了一个拆 等会儿 拆一开始次 再久伤 不信一开始次 刘备打得太烂 二打一 那不放弃了 选择认真打 哪知道主持角手上 还有一个过差 然后主持角铁锁 就雷杀 成功打死了 泰尔茨依旧 接纳了一下这一局 这一局主要是 反装中 跳得太晚了 就算装身份也没有必要装这么久 结果反正装了太久 导致了反费陷入了劣势 然后后期根本救不回来了 而刘备中后期是根本不相信太子次 认定了法证是反费 法证是忠诚 一昧的包养法证 导致了被法证打得奄奄一息 差点就要被法证打死 到了残局 到了主中内 三人残局 还是不信任 太子次 导致了主持角 有机会顺利 接下太子次 太子次打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除了最后玻璃心 强杀 强杀刘备 之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是刘备和太子 刘备打的问题 问题很大 一昧的相信法证 不信任太子次 导致了这句说 不然刘备要是最后 一心一意包养太子次 估计是 主持角估计还赢不下这几句 毕竟主持角是个盾奖 刘备自己能回去 然后包养太子次 太子次也不容易死 然后是第二句 圣诞主 圣诞主 主持角选了一个什么呢 选了个三号位的 傅为傅为反 江为这个降临比较冷的 可以刷下一个A 一个火煞 桃园 布置是直接红的跳钟 然后开了个南门 RP跳反 让它松车 接着布置 铁锁的草皮跟极度偏重的貂产 这里肯定是打错的 我不是布置内建 因为主日角就是内建 然后火光草皮 草皮选择了翻布置 而不是翻貂产 毕竟标貂产 虽然在顺便主的局里 特别偏重 但是毕竟才99级 有可能只是单纯的乱选将 所以草皮选择了翻一个 已经明确跳钟的布置 布置呢也因为触发技能 让孙车又摸了一旁 然后剑马跳反贼 最多于九杀又跳 主日角挂了闪见过 什么都不做 那就明 刷了一个明类间了 既不挑衅布置 也不挑衅剑马上 什么都不做 挂了一个闪见过 这就基本上是明类间 然后接触于挂这个简印码 没有任何意义 藏行削弱自己手牌厚度 除非极端情况下 不然手牌没有溢出的时候 没用的简易都不要装穿上 这样只会削减手牌厚度 将你自己防御 标雕蝉跳中 没有选择离剑曹丕 必定反自还没有出过桃子 万一救起来 主宗就全员翻面了 但是离剑的是曹丕 咒语而不是咒语孙笨 也是打错 咒语才一张牌 几乎不可能决斗因孙笨 所以这里应该离剑孙笨刷牌 左辞挂鬼才天杜 必然寸转 然后杀雕蝉跳反 然后也挂了一个没有用的简易 记者与犯同样的错误 然后这个时候 左辞挂了一个鬼才 而不是反馈 左辞角刚才挂了一个闪电 那说明左辞手上 肯定有至少一张闪电判电判 头皮双杀 然后切了一张 闪过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草皮手上还有一张闪 或者是九 要么是闪 要么是九 主视角 要选择无限闪电 这里其实可以求稳 无限闪电的 主视角是明内见 左辞不会批主视角 但是万一天 万一就是运气差 就真的批中了 那就很难搞了 主视角这里也没有桃子 但是呢 无限毕竟很珍贵 主视角就有一张无限 手上又有难瞒 要收反的人头 所以呢 这里 不无限闪电 也无可和非 概率小 好 主视角这里调性 周语 拆着 拆着词 这里 因为草皮手上 但是也有小概念是九 所以如果要求稳 收反的人 收反的人头的话 其实拆草皮手 还会更好 这样可以确保 确保收到 这个人头 结果是 草皮手上是一张闪 不是九 然后开无纵 如果没有桃子了 反正已经确定没有桃子了 所以直接谱上 不九上 收了接周语 摸到一个五蟹 这时候选择了乐貂蝉 预报两个五蟹 一个九杀过 其实也没有必要乐貂蝉了 因为左词手上是一个 明闪电派 刚才蓝蛮没有出杀 左词这里 蓝蛮是没有出杀 过拆拆的是一个火工 那么剩下一张 肯定是闪电派 所以貂蝉是必死的 没有必要乐它 左词可以选择 左词小可以选择 乐孙笨 或者乐左词 但是不能乐剑马钞 因为需要剑马钞 去打这个布置 布置也没有必要乐 因为布置在后面 左词跟剑马联动 很有可能就打死了 而鼠将会可以选择 乐左词或者乐孙笋 结果是果然掉上 车的一个闪电死了 这个乐其实续报也可以 这个时候乐人其实没有什么大作用 虚报其实都可以 没有必要 也没有那种大了必要留两个无限 这时候左词挂起反馈 主持角选择无限 因为要留一张杀 收反的人头 这马上就乱杀了 左词居然反馈了一个扇子 一个没有用的扇子 而不是反馈手牌 这样主持角 连挑衅都没有必要了 这时候主持角 虽然没有挑衅左词的必要 但是可以挑衅剑马 因为剑马没有伤 主持角却没有这么做 然后摸到一堆牌的 还是不可能挑衅 浪费了一次机会 然后剑马回合 优势顺手 又是无中 拿一堆防具 加一装备 还是没有杀 那么可以认为剑马手上两张 至少有一张杀 然后这时候双倍选择了 开始空内 空内了 因为内剑装还太好 主持角戒刀 剑马还是断杀 拿到青钢 然后主持角选择七牌过 这里是必须要打剑马了 因为主持角状态最好 剑马断杀 手里估计 有一到两个杀 主持角已经 打了全场 说要拉了超过 接下来双倍已经开始空内了 剑马空内 也是迟早的事情 但主持角这时候 选择不打剑马了 那你这时候不打剑马 剑马迟早空你 等我再空 现在空 不是更好吗 而且现在剑马状态不好 你现在补一刀 下回来再补一两刀 剑马肯定得死 你现在选择直接过 剑马等我还是会打你 然后剑马放了万剑 尊备有八卦 这个万剑 主持角还是打主持角的 所以这时候应该 然后青钢杀 下回合再杀 快点打死剑马 结果当下还是正道 然后主持角被孙奔 连打二血 绝对也不敢出杀 主持角还是去打孙奔 真的认为剑马会帮你 压孙奔状态吗 然后剑马这时候 全都直接丢牌看戏了 这时候孙奔还是压主持角 剑马根本不会帮主持角 去压孙奔状态的 主持角这时候选择 去控剑马了 但是已经完了 自己已经医学了 然后去杀孙奔 手里卡了 就我手里卡了一张杀 觉醒都不能觉醒了 刚才有连弩 其实可以觉醒的 主持角这时候还是写的 控孙奔 结果是主持角 孙奔和剑马上都没有摸到 主持角奸奸一息 这时候主持角 木马放杀 终于开始控剑马潮了 你反正车脚都要杀剑马潮 那不如早点控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奄奄一息了 孙奔 兵将尾 兵主持角 不杀 这时候反倒是孙奔不杀主持角了 主持角 摸到火供 但是手上只有两个花色 然后呢 吃桃子 牌也不会溢出 其实 这个桃子 这个火供 可以虚报的 毕竟你只有一半概率中 那你不如虚报 下火依然在手 剑马 也一样 差不了多少 剑马的时候 还是选了看戏 孙奔依然是空位 不是啊 拿了一个闪一个乐 然后乐孙奔 杀剑马 那你看 现在第十轮 你第十轮了 你再打两个 一打二 那前面 第五六轮的时候 你干嘛不打两个 干嘛不打剑马超呢 你非要拖到现在 才去打剑马超 那不是晚了吗 你如果从第五六轮的时候 刚进上一局 就开始控剑马超 那么剑马超早死了 早又进单挑了 状态也不会这么差 主持角就一直拖着 不打剑马超 指望剑马超 帮他去控孙奔 他的剑马超 也不会这么 也没有这么做 就在看戏 导致主持角被 孙奔 一直 一直打 中概越来越差 侥幸活到了 觉醒 这么唱拿下清刚 做主持角 主持角开始观心空乐了 然后再看戏 装狮子 调限 这样判定 出没坏的话 可以丢了狮子回去 然后选了火上 剑马超 成功打死 这时候穿下拆杆刀 这个时尔是没有必要拆这个武器的 因为主持角手上有闪 自己就可以关心 不能打摸闪期望 大可以过拆孙奔手牌 先有他的杀 然后一直挑衅拆牌 但是你拆了他的武器之后 你这个挑衅就打不出来了 就不能发动了 不能一直制造拍插 然后从门又挂了一个寒冰键 又送主持角挑衅 结果主持角呢 是又把寒冰给拆了 又让自己丧失挑衅 你根本没必要那么早拆这个武器的 因为你闪有两张 等会儿还可以摸闪 你不如把他防具跟嘉义拆了 慢慢控手牌 这一只主持角拳的 不穿藤甲是对的 这种局 主持角 觉醒降维 单挑送本是优的 穿了藤甲又没有无限 被火攻反动不稳了 优势的局应该求稳 所以主持角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那主持角拿了 关心拿了狮子跟黏卢 这个黏卢应该直接挂 这样子牌没有溢出 就不需要放进木马 一股打拳放进木马 一旦被拆就损失太大了 而且装备多了 还可以干扰孙本拆牌 然后这时候孙本挂起了帐巴 主持角反倒不敢挑衅了 毕竟帐巴二红牌 孙本能抢摸牌 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桃子肯定要留的 因为有狮子 那么肯定不需要防酒杀 齐凌宫和寒冰剑呢 寒冰剑刚才已经被拆掉了 齐凌宫呢 一张封面摸到机率太低了 那么不如 留桃子把闪丢了 桃子毕竟比闪重要 在这种对 这种对距离 而主持角直接 吃了一刀 不闪 还是桃子比闪重要 还是应该 有桃子 出闪 后面就是漫长的单条了 只要注意细节 剧情降维是可以 优算门的 主持角维要继续挑衅 还是这个杖霸可以 稳定出杀 然后 孙奔没有杖霸双杀 是什么鬼 双杀还可以摸一张牌呢 主持角这时候选择 丢闪 散留桃子 孙奔开始出伤 这个闪电其实就没有必要挂了 因为这个 虽然这个闪电批不中自己 但是孙奔四滴血 批中孙奔就一血了 而主持角 手上并没有虚保输出牌 批中孙奔之后 很容易直接送绝刑 接着就前面打爆 而孙奔神装 不知道有没有淘酒 主持角很难 打掉孙奔一血 它闪电批 而且就算打孙奔一血 孙奔也手上 也有可能有淘酒 救起来 所以这个闪电其实是在给自己增加不稳定性 这个闪电其实就没有装的必要 所以孙奔两滴血 或者三滴血 这个时候可以装 但孙奔是四滴血 然后闪电的一整个批中孙奔 一会儿 就算了 这些批中文 就算了 我刚才能装 然后这里主视角甚至在这一回合被闪电干扰了 关心牌导致自己不能拿这个过餐了 直到现在这个这个闪电是变成副手艺了 因为他干扰了主视角拿这个过餐 而一直没有批孙奔 主视角这个闪翼除了 所以选择了挑衅孙奔 然后双杀孙奔 主视角拿了一个斧头 这时候是准备斧头九不杀强杀孙奔 然后孙奔挑衅主视角出杀 这个时候孙奔不晒 那么主视 打中孙奔 然后孙奔过拆主视角 这个时候居然不是拆斧头 主视角把孙奔打到一血 孙奔把斧头拆了 这本来是神来之笔 拆了斧头之后 孙奔站了自己有手牌有八卦 只要撑过下一轮 那么主视 孙奔觉醒了就可以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来打败将尾 当时孙奔却拆了闪电 而不是拆斧头 这导致 下一轮 将主视角只要摸到了一个杀 一个黑杀 或者红杀 打孙奔身上凉血 孙奔可能就大概就死了 这孙奔这里犯的错误太严重了 主视角然后没关到杀 拿了一个火弓 五股找杀 找到了 然后直接九属性 九黑杀 孙奔一个桃子 然后死了 成功打死孙奔 主视角前面控场打得还行 但是后期的三轮局打得太优柔寡断 早就应该杀戒马场 却支持不杀 导致自己的状态一直被孙奔压着 进入单挑后 又与铝拆孙奔武器 导致挑衅无用武之地 而孙奔呢 眼看着就要觉醒翻盘了 但这个过拆打得太烂 导致主视角险胜 没关系 谢谢观看